在美国开车如果遇到车祸 第一时间是要找准谁是这个过错方 因为我们只能向过错方的报应公司要求索赔 那有时候情况比较复杂 接下来呢我们就分析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么三辆车正常往前行驶 我们是第一辆车 那第二辆车跟得太紧了 或者说第二辆车这个speeding 然后撞到了前面的第一辆车 那么第三辆车又撞到了第二辆车 导致第二辆车又再一次撞到了第一辆车 第一辆车被撞了两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作为第一辆车辆 我们应该向第二辆车 还是向第三辆车的报应公司要求索赔 答案是我们应该向第二辆车 并且第三辆车的报应公司要求索赔 因为我们第一辆车被撞了两次 由于不同的原因 所以是两个单独的claim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赔偿金 那么如果您没有专业的律师来带领您 可能您只起诉了其中一辆车 那么这样的话您的赔偿款就会减半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 那律师呢会帮您在第一时间 争取最多的赔偿款